日本秋天是個多彩的季節 位於愛知縣道哲寺的左腹江丁 共種植了1萬克以上的銀杏樹 全日本數量第一 是日本很有名的銀杏產地 在每年進入晚秋之際 會將整個街道染成金黃色 就是要做 現在在明鐵明谷 然後做到明鐵一宮 然後在轉一般電車到三騎B 這個電車方向是往金板 對對對 明鐵線出發 這裡吧 中央改達口 下來就到囉 準備搭車 這應該就有窗外的四季 不然都搭地鐵都看不到 我想大部分人應該和我一樣 最後一次到日本大概是三年前的室了 這邊也放一些 側窗外的風景給大家回憶 我真的很喜歡日本的秋天 疫情前每年都會來日本拍攝 就是舒服的溫度啊 有看到五顏六色的山谷 还有火红的枫叶跟金黄的银杏 不管你走到哪边都很出片 都很好拍 日本于10月11号开放自游行后 东京大阪的机票价格 和我以前来这边相比 根本就是天价 我三天前大阪来回 才4600块 而且是含20公斤行李 然后在更之前去东京 也才没有优惠的时候买的 也才7000多而已来回 都是10天到9天的行程 这一次看了一下还没去 会儿明古来回大概1万出 而且日币现在相对低点 在那边消费来说 相对来说会比以前还要便宜 所以就决定出发啦 超乡下 超乡下 噢,好香喔 烤地瓜 你怎麼那麼想吃 逛街囉 好猛喔 看一下 你要吃烤地瓜嗎 買一個來吃 要嗎 三百塊,好便宜喔 烤地瓜 而且是紫色的番薯 這番薯是紅的 黃的 黃的啊 看起來乾乾的不好不好吃 到達三崎站之後 出站就可以看到祖父江銀杏公園 11月中旬 這邊都會舉辦黃業祭 因為每年銀杏變黃的時間不同 所以舉辦的日期也會調整 晚秋之祭前來 整個公園內都呈現金黃色 台灣真的很難見到這樣的景色 所以才第一站啊 我就忍不住把我的鏡頭全部換了一輪 就怕他錯過最美的畫面 來,你往前走個散步 好,可以了 好像 好,預備 3,2,1,來,走 慢一點 好,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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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去前面 換個方向 這樣我才拍到你正面 開始 來,預備喔 3,2,1,來,走 慢一點 我後面看不到 好 OK 你要把它灑銀杏來 來,來灑 你灑 我跟你講要怎麼灑才好 等一下 這邊 轉過來 灑這邊 好,對 來 3,2,1,來 好,對 來 3,2,1,來 3,2,1,來 OK 1,1,2,1,2,2,1,0,2,2,0,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辆长焦 太美了 火车来咯 看我镜头一下 好 往后走 走出去 对 从祖父江银杏公园为起点 全程约2公里 大概30分钟可以绕完走一圈 沿途都可以观赏到满满的银杏 我非常喜欢这个小镇 所以留到天气最好的时候才来 今天也是我们在日本的最后一天 真的很幸运是个超级大晴天 记得上一次看到这么多引擎 是三年前我在东京大学的时候了 别小看走一圈30分钟好像很短 我们四个人就这样边走边拍 每到一个区域就要拍歪好久 回来之前也没有特别做功课 总觉得一天时间一定逛得晚 后来才发现太高顾自己了 对于爱拍照的人来说 一天一定不够用 尤其是在大晴天真的很粗片 每一个角落都很好拍 就这样走走停停一下时间就过了 前两天是雨天 打落树上很多叶子 这边就像刚下过一场黄金雨一样 整个小镇都被填得满满 似乎没有一点空间 搭配上阳光看了真的是超级疗愈 银杏不亦燃烧 为了防灾和保护屋顶不受大风的吹袭 因此江户时代在神社载体周围都会种植银杏 古时候银杏也被作为大水嵌收时 而储备粮食 佳佳户的庭院里一定有几十年以上的银杏大树 现在则是为了收获果实 蓝色网址是方便收集落叶和银杏果的 来到这边记得不要剪凋落地面上的银杏带走 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生产品 这些都是他们的银杏 这些都是银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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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季节白天的时间很短暂 太阳四点半就下山了 我们也是一路上走走停停 一边散步 一边看着仿佛动漫里才会出现的天空 好 看火车 只要看到有电车经过 就会很直觉的拿起相机来记录 鲜红色和金黄色形成很强烈的对比 这边下午5点到晚上8点还会举办夜间点灯 所以建议来这边可以从白天来到下午哦 1个月 англий вообще 开始 kok 试试 试ا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